这支笔呢 它是一支上过非你莫属的笔 而且是被我们的这些老师用过了的笔 我相信从来没有人从非你莫属上 带走任何一个纪念品的意义 这支笔就是你们的绝版礼物 那现在开始我就以十块钱的底价开始拍卖 来 您好 您出多少 二十有加价的吗 一百 两百 两百 二百四 有二百四 有二百四的我也听到了 有二百五吗 二百四第一次还有吗 四百 四百是谁 举高一点 他说要加深印象 五百二 五百二第一次还有人没有 五百二第二次 五百二第三次 那很感谢朋友的支持 他用了非常好的一个销售的能力 也就是价值锚定 他最后卖给你的不是那支笔 而是他锚定了一个礼物的价值 一个跟我们所有人互动之后 把这个价格又有提升的这整个过程 让他整场营销是非常成功的我认为 我们做销售的就是要深刻地去挖掘这个产品的剩余价值 有人说就是一个苹果如果放在苹果店里面 那就杂货摊上它就是一个苹果的价格 但是摆在酒店呢它就是酒店苹果的价格 所以说我们做销售的就要深刻地去创造这些价值 而今天我在这里我想说的是 我销售的不是这支笔 我销售的是我自己 我叫徐兰来自贵州 谢谢老师 特别好 虽然说你刚开始让我们签名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答案是什么了 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就是配合你演出完 因为我们知道你最后说出来的一定是我们喜欢想听的 谢谢老师 这姑娘长得特甜 但她算不上很漂亮 就特别舒服你看着呢 你看那个徐磊 从来没有这样盯的一个女选手看 眼神是慈父一样的 对对对 老师 对 如果要是我是客户的话 我觉得她好像跟我推荐的东西 真心实力就是觉得 她认为是对的 是好的东西 所以我会买 其次她让人很快就有一个亲近感 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好 来我们进入职场 请上课堂 你的主管犯了一个错误 但事后总经理却责怪于你 你会替主管背黑锅吗 说实话我会背这个锅 什么事你都会背吗 那也不是 就是 例如你的主管贪污 那个我绝对不会背的 牵扯到这个人的品质的时候 我是这种锅绝对不会背 是你的错 那就是你的错 也就是说只要是在工作层面上的 对 就是可以小事化了的 我觉得可以背 我觉得这个姑娘的回答特别好 而且她不光情商很高 而且很聪明的姑娘 我不太赞成 谢谢 其实在一个企业里 有一些小是非可以不计较的 但是有一些大是非呢 是需要去判断的 主管犯的错误让你去背 如果这样的事情 在企业里边长期以往的话 想不利于这个企业解决问题 从企业角度讲嘛 我们任何人都希望企业里面就是 一就一 二就二 真实 白就白 很真实 就说不需要你们在下面 那个活降狐 或者是你们来替我们来决定 见识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并不可能 就是你能够把一件 黑白的东西分得特别开 然后因为你的能力不足的话 在企业里面完全可能 弃足宝居 不过在中国呀 它很有意思 一个是我们东方的传统的隐忍 大家会觉得小布人责乱大毛 我又锻炼自己的心胸 就会被人家所称颂 再一个就是西方的 刚才你二位说我也不反对 就是说一是一二是二 黑是黑白是白 所以这个中间始终在纠割 我也在想 他说的对不对 我又支持他 我还支持你们 当缺失一些大是大非的情况 就是 类似于像这样的问题 真是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什么样的人都回答 你就会偏向 用某种情感的取向 是 这纯粹在于人本身的审美 是有关系 的确是有关系 只要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好吧 来 第二轮选择许贺利 还有七盏灯 我以为会爆灯 对 我也以为 失望吗 没有 为什么 我喜欢的还在 你喜欢的还在 好 待会我们看你喜欢谁 来 写薪筹吧 给你的岗位是旅游顾问的助理 六千五加 好 恩杜瑞给你的岗位是销售 六千五 来 赵小姨 使用奔跑来的俱乐部给你的就是课程顾问 我们是五千加 谢谢 好 来 高小雨 去头条给你的是广告的销售专员 那是六千五加上提成 许夏令 给你的销售助理 6K 向海 家军 东方给你的岗位是我们全国特许招商部的投资顾问 工作地点北京 薪水六千八家 林雨昕 建客给你提供的是销售助理 在北京六千五家 谢谢 留下两盏剩下的灭掉 去吧 老师 谢谢 谢谢 老师 谢谢 谢谢老师 不用讲 谢谢老师 没有 老师 谢谢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对 老师 谢谢 他上去了 老师 老师 他上去了 看 我都已经上来了 张正斌 你还好意思啊 灭了他 姑娘 好 有请曹熙和李雨昕弹钱不算感情 好 这个薪酬还要谈吗 可以加一点吗 可以的 加多少 我加个整数吧 七千 这边呢 不需要加 为什么他不需要加 他因为他心仪的鞋是我呀 我姑娘比较早了 我觉得潮汐一旦这样说了话 就给我们每个人的肩上赋予了使命感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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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要把这事搅黄了 支持李雨昕的请站到他那边去 支持潮汐的请站到潮汐那边 我们可以有中力 各位企业家 你们要为选手 有中力 谁不着想 行 我们请这边派一位代表来发言 谁来 我是觉得 对你的销售 我们先选行业 AI是未来的科技的代表 科技加健康的趋势 就是未来 其实你选工作的时候 比方说你看老板 哪个老板更重视你 你去哪个公司 我加强 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态度 好 来 这边来阐述一下 到潮汐六人游去工作的原因 中国是全世界现在最大的输出旅游人口的这样一个大国 但是我们输入就是进来的这个旅游人口的话 现在全世界排在第四位 你朝那一站 我认为我们完全有希望往第一位发展 我来给你补充一句 要么读书 要么旅游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 作为你这个年龄的人 我觉得经常到世界科技走一走 既是身体的旅行 也是灵魂的行走 可以了 你这个心里有数了吧 有数了 来 自己考虑十秒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没有 见证潮汐的时刻到了 六人游 健康有益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 六人游 去吧 去吧 中期潮汐 谢谢战友们 我们不合适的 我第一次回答 什么情况 姑娘 你的选择是对的 你为什么选择她 那么多人支持她 我刚才来的时候 悉尼的单位 就是咱们的六人游 还有赵老师的单位 我当时她选择这个事的时候 我就真的有一种 我让我女儿别这么干 她偏那么干 我就有一种父亲的无奈 你们知道了 幸好而女友主见 没有办法 说句实在话 两家都不错 谢谢老师 只是因为我们个人的情感举项 觉得李雨昕 人缘好 她呢平时说话 泰然讨厌了 其实跟两家企业的好坏 是没什么关系的 但你既然选择了 就就好好干 好不好 希望你的天真和温暖 能够把一头野狼驯化 再见 这些老师人真的很好 他们都很善良 很真诚地为我未来的方向 做出推荐和考虑 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他们